Zither Harp 25年前的7月1号零点 全世界的目光最照香港 搬着着红装的二勇军章程ETH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在香港回战中心身asing 营营兴起 高高飘扬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香港重新立入国家治理体系 一国两制由抛上变成现实 回归后 亚洲金融风暴集港 禽流感 沙士疫情 各种挑战接种而来 幸好有强大的中央 作为香港的后盾 有内地14亿人口的经济福利市参 个人游 CPA等维港政策 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深港通 互港通 巩固了香港 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融入国家发展大高 参与越港澳大湾建设 更为香港经济发展 注入源源不源新动能 回归这些年 并非一帆方讯 外部势力 从未停止过干预香港事务 跟企图利用香港 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 在香港组织策动颜色革命 2019年的收雷风波 就是内外势力 互相勾结 煽动反中联港恶痕的典型离子 反中联港分子 酷怀香港发自稳定 重极一国两制底线 不对一些涉死微心的年轻人 参与违法互动 恶心感同心于不安 所行的是 中央审视特势 果断出手 出台实施了香港国安法 主导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 如今 已完成选委会 立法会 和特首选举三场重要选举 全面落实了外部势势港 香港重回正轨 恢复了法治稳定 现在 香港回归祖国 已经25年 在国家新一轮发展大潮中 香港作为与国际社会高度接轨 和追具竞争力 营商环境最佳的国际城市 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对于香港青年来说 就更是天时 地利 人祸 样样具比 只要大家把握时机 托宽时役 更主动当了解内地 熟悉国城 积极投身国家发展的进程 必定可以 开启香港和青年 更辉煌的新片像